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ext Gentleman賽馬的時間 明天填草10場賽事 1月底網民介紹兩個場次給大家參考一下 第二個場次將為第七場賽事 跟上條片一樣 暫時未有隔夜賠率 因為這個週末比較忙一點 所以要較早時間錄音 沒有賠率也不要緊 第七場選兩隻馬 我慣常投訴策略了 第一隻很好彩彩 又是潘頓拿上去 梁家俊跑了兩場 我很留意初出已經是熱門的馬 這隻馬好彩初出是3.8倍 初出熱門證明什麼呢? 很少初出馬熱門是公眾票打下去很難 公眾跟著買 不是幕後料不會看這麼多事 集一樣過樣 看財職大部分公眾 初出馬難言信心給公眾 初出3.8倍一定是幕後自視甚高的馬才會有 初出熱的馬就算是沒有表現 我都會繼續留意 這是我慣常的做法 上一場梁家俊繼續騎田草1,000 先撲上第二 表現有進步 今次真情千義應該是對的 因為他好像是嚴短的 上巡禮幾天 一千米是後面撲上禮 今次還加上一個 鬥志應該都幾十足的潘頓 又拿了一批實力助劇 相信潘頓都會認真處理這隻馬 希望再騎高梁家俊少少 這樣這隻馬都可以做到入到三甲 另一隻馬就是留意的神威傲場 神威傲場上場的表現是相當好 貝湯尾騎慢步速和稍利前放的場地 竟然是最後可以撲上來 這隻神威傲場 可能和貝湯尾騎非常搭檔 亦都是因為評分降了很多 上季仍然是80多分、差20多分 就算腦退 今次是78分 現在跌到51分 現在加上52分 足足沒有了26分 而且牠長長馬基本上不是脫節 如果你看看牠今季的場次 大部份都不是大脫節 上場更加跑得好 所以這隻很喜歡 就算十二檔也不太擔心 跑法也算機動 上場、貝湯尾是中置一點 這隻馬放頭又試過 看看角能如何處理這個十二檔 唯一美中不忠 我不擔心十二檔由貝湯尾轉角能 因為貝湯尾這場沒有坐期 130薄無問題 不知為何顧達利找角能不找貝湯尾 這是一個問號 但是根據上場的走勢我也是喜歡這隻馬 所以這場的投注策量很簡單 幸好10分號場50元Win 幸好10分號場Q30 位置Q70 總投注額是200元買的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可以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NetChannel 按一下訂閱或訂閱支持我 多謝你們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